北宋宰相文彦博 七星敬夜念弥陀 文彦博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 他辅佐过四朝皇帝 当了五十年的宰相 忠君爱民秉公执法 享遇海内外 人们都尊称他为 闲相 文彦博长得威严稳重 气度非凡 每当他出现在朝堂上时 还没有说话 大家就已经被蛰伏了 文彦博对佛教也很感兴趣 当时朝廷聘请印度来的僧人们 翻译佛经 文彦博负责对译文进行润色 因此结识了很多僧人 不过他只是把佛法当成一种学问 并没有真正相信 大人 大人 华颜洞老来了 快请法师进来 文大人 我今天来是特意向您告别的 我要走了 您要去哪儿啊 我要圆寂了 哈哈哈哈 您再开玩笑吧 出家人 可是不打狂语的哦 拿摩阿弥陀佛 老那是不是在打狂语 大人 很快便会知道了 大人 我去看过了 华颜洞老真的冤寂了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是真的 四里说 三天后举行焚化仪式 原来洞老 没有骗你 可是 他怎么知道自己 何时会死呢 实在 太不可思议了 华颜洞老焚化使 温彦博亲自去送别 看到烧出了很多舍利子 这才相信 佛法的确是真实不虚的 他用琉璃瓶 成了动脑的舍利 捧回家中供奉 从此 皈依佛教 成为一名 虔诚的佛弟子 在众多的修行法门中 文艳博选择了 净土法门 专念阿弥陀佛 每天 从早到晚 无论行柱坐卧 他都勤勤恳恳 老老实实地念佛 从不懈怠 除了自己念佛外 文艳博还与静言法师一起 在京城举行净土法会 因为他是当朝宰相 威望很高 影响力很大 所以有十万人相继入念佛会 盛况空前 大人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老人家请讲 您是宰相 又聪明又有学问 当然能念佛了 可我们这些老百姓 半个大字都不认识 也能念佛吗 当然能念了 净土法门 人人都能修 阿弥陀佛 人人都能念 不管是当官的 还是老百姓 只要你愿意念佛 一直念到临终 每个人都能去极乐世界 哇 我也能去极乐世界 真是太好了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我们都能去极乐世界了 文艳博九十岁时 写下一首诗 诗中说 造福人群 立万物 七心敬业 念弥陀 九十高龄 归来去 莲花朵朵 密多罗 那时 他已经预知实质 知道自己快要往生了 据史书记载 文艳博一直活到九十二岁 临终时 他安然念佛 无疾而终 往生净土 世事无常 富贵浮云 是在人间 继续当四朝宰相 还是去极乐 做菩萨胜众 文艳博 已经给出了 最好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